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亲爱的你们晚上好 我是周周 今天我在的城市下雨了 突然觉得世界一下子变得好安静 能够坐在这里 录这样的一篇文章 想到在手机那头的你们 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就觉得特别的安心 那接下来呢 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篇文章 叫做 嫁没嫁对人 看脸就知道 那我们一起来听 刚播出的王牌对王牌上 一颦一笑 美如当年的朱英说 我告诉大家一个 好好保养的秘诀 如果你自己照镜子的时候 看见你越来越美 你就是找对人了 难怪四十六岁的朱英 还是那副美丽模样 还是我们记忆中的紫霞仙子 翩翩而来 步履轻盈 从未改变 因为遇到了皇冠中 岁月留给她更多的 是从容和韵味 优雅和精致 好的爱情 是女人的滋养品 大概都会如朱英这一般 被宠爱一生的模样 身体的每一处 都无不书写着美丽 我的前童是若水 二十七岁的模样 却看起来有三十五岁 而且像是一个 很久都没有晒过太阳的人 若水怎么也不相信 婚前看起来那么斯文 甚至可以用 温文尔雅来形容的人 婚后 却是截然另一番模样 若水的老公会家暴 但她的家暴 不是体现在肢体上 而是语言和精神上 若水不小心打碎一个碗 她老公可以骂上两天 若水忘记给洗衣服了 各种生粗烂的词 从她老公口中 源源不断 连同若水的祖宗 都给问候十八遍 若水有一天 不小心带走了老公的钥匙 老陈上班出门后 伸手把门锁死了 如果屋里的人没有钥匙 是打不开门的 后来导致她老公迟到 结果自然是少不了一顿骂 从那天后 若水的老公就把若水的车钥匙藏起来了 直到若水苦苦道歉求她 才罢休 若水每天生活在极度的压抑中 觉得有什么压在胸口上 让她无法喘气 若水的气色极其不好 脸色暗黄 每天早上都顶着个大眼袋来上班 眼角都是搭拉着的状态 为了改善气色 厄焦膏盛乘香往回买 当饭一样吃 高档化妆品从来没少用 可丝毫不见其色 整个人都是蔫的 一点活力都没有 不好的爱情就像一瓶硫酸 侵蚀了若水所有的朝气 后来若水辞职了 差不多两年后 我在路上遇见了若水 若水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容光焕发 嘴角上扬 眼睛里散发出来的东西 都是有光泽的 还是那个若水 但又完全不是那个若水 身边也画了一个男人 若水挽着他的胳膊 依偎在他肩膀 一副小女人的模样 从头到脚 都写着幸福 若水说 从前看自己那个样子 以为就只是自己的身体问题 其实不是 我现在什么补品也不用吃 哪怕随便用个平价化妆品 都比以前的皮肤强多了 可能欲对人 心情就好 心情好了 身体一切 自然就跟着好起来了吧 有时候 我们总会用这样那样的标准 来对照自己 是不是找对了人 听一百准过来人 讲的道理 什么样的人 才是对的人 其实你自己的感觉 永远骗不了自己 是不是对的人 你自己的脸 会告诉你 你自己的神态 会告诉你 你所有的外在 都会在不经意间 诉说着你遇到的那个人 是怎样带你的 好的爱情 会让人变美 而对的人 就是那把 可以把你变美的美容刀 看过某报 对贾经文的一个采访 记者问贾经文 很多人说你和修协凯 在一起后 有种重回少女的感觉 你现在的状态 越来越好 越来越美 你觉得修先生 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贾经文回答说 我觉得嫁给对的人 有很多的状态会改变 你的思想 你的表达 甚至你的外貌 我觉得跟修先生在一起 是很自然而然的 轻松自在 对我来讲 这部分是比较大的影响吧 修先生 让贾小姐的生活 有了被爱包围的感觉 在这种爱里 贾小姐 被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如今 她又变回了 曾经那个活力满满的 美丽女人 这种改变 是正如贾小姐所说的 遇到对的人之后 才会有的改变 我见到卢果的时候 以为她和我们是同龄人 后来才知道 她的孩子都已经13岁了 我们一圈的人围着卢果问 姐 你这脸是打针了吗 保养得这么好 卢果自豪地说 对啊 打针了 还整容了呢 不过这个美容师 是你们的姐夫 看卢果现在的模样 你简直想象不出 她以前的样子 干瘦 偏黑的皮肤 透着油光 还带着几分邋遢 卢果生活在一个 并不幸福的家庭里 每天父母的吵架声 不绝于耳 家里的东西 经常被摔得七零八落 卢果 也跟着心里憔悴 卢果一直到大学毕业 都不敢谈恋爱 因为父母带给她的负面影响 真的是太大了 那时候的卢果 吃什么都胖不起来 瘦得不健康 精神状态也特别差 脸上除了油光 就没有别的光芒了 直到遇见了 现在的老公大明 卢果的生活 彻底改变了 大明万般宠爱卢果 生活上 也处处照顾着卢果 一点一滴的 把卢果 从那种低谷状态中 拉了起来 大明说 油烟对女人不好 所以极少让卢果做饭 两人晚上 一起看着电视 卢果突然想吃什么了 只要还有电开着门 大明能立刻 披上外套 就出去买 卢果开始变了 不再是那种感受 一种滋润 写在了身体上 和脸上 卢果的同学都说 卢果恋爱结婚后 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美 卢果和大明在一起的状态 是极其放松的 别人都说 自己家是丧偶式育儿 而他们家大明是 你负责生 剩下的我来 在养育孩子上 卢果都是轻松的 卢果感受到的是 大明毫无保留的爱 就是这种爱 让卢果从精神上 散发出来的状态 都是美的 如果说 你找没找对人 看脸就知道 眼睛有没有光 嘴角有没有笑 精气神儿够不够 对的男人 真的就是 女人婚姻里的 衣美诗和美容刀 如果在一段感情里 你每天患得患失 哀声叹气 要瞩目对方 在想什么 总想去取悦对方 总是疑惑 他怎么一直忽冷忽热 一副极为不美的表情 写在了脸上 那么毫无疑问 那个错的人 正在日复一日地消耗你 一个错的人 他做的每一点 都在使你变丑 极容易 使一个原本 从容不迫的女人 变成怨妇 使一个原本明媚的女人 变得暗淡无光 而对的人 就是精神上的胶原蛋白 和玻鸟酸 让你的脸 能对抗罪月 它对你的好 让你的笑 永远自带美 拍滤镜功能 蔡考勇说过 不是去爱那个 本来就很美的人 而是去爱那个 能使你的世界 变美的人 所以 要谈 就谈一场 让你变美的恋爱 要爱 就爱一个 让你变美的人 好了 那今天的这篇文章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祝各位晚安 我是你的笑脸 我又想你了 穿梭在我们都熟悉的画面 一遍一遍 又是一遍 在这没有你的世界 始终滴答滴答的提醒我 失去的年华 多想是一个孩子 又怕你怪我太傻 眼泪并不挣扎 爱你爱到不会讲话 多想再勇敢一次 做个真诚的傻瓜 全世界都知道 你对我有多重要 最后只剩下自己 只剩下回忆 我又想你了 我不敢闭上双眼 全世界都是你的笑脸 我又想你了 穿梭在我们都熟悉的画面 一遍一遍 一遍一遍 又是一遍 在这没有你的世界 听一首我们都喜欢的歌 前周刚想起 早已挂满泪滴 唱一口 我们都喜欢的味道 还没入口 那滋味已变苦 这是最后的画面 这是最后的画面 这是最后的味觉 最后只剩下孤单 只剩下想念 我又想你了 我不敢闭上双眼 全世界都是你的笑脸 我又想你了 穿梭在我们都熟悉的画面 一遍一遍 一遍 又是一遍 在这没有你的世界 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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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想你了 我不敢闭上双眼 全世界都是你的笑脸 我又想你了 我又想你了 穿梭在我们都熟悉的画面 一遍一遍 又是一遍 在这没有你的世界 全世界 全世界 都熟悉的观看 难以。 枇一遍 笔 бывае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